非洲豬瘟的豬肉制品在日前被走私来台 由于屏东县是全台湾第二大的养猪大县 因此针对全县将近两百家的越南小吃 还有包括店铺都要做全面性的鸡茶 目前发现了两件非常可疑的肉品 同时间已经郊游要进行检验一起来看 越南小吃店的餐桌上摆着一些当地菜色 茶器人员仔细检查 尤其冰箱更是重点反复翻找 茶器人员锁定屏东县境内 一百九十五家的越南小吃店和商店 全面清茶来自越南的豬肉制品 发现一件酸肉标识不清 还有一件来路不明的腊肉 全都已经送交检验 同时也追查来源 受到非洲猪瘟感染的越南肉品 被走私来到台湾流入部分县市 目前全台全力防堵 尤其对养猪大县屏东县来说 更是战战兢兢 记者林安平 屏东报道